一只死去的鸟刚掉落在地上 尸体上就快速长出了几根小棍子 棍子上甚至还沾着微分解的鸟肉 一只虫子寻味而来大快多疑 谁知它又成了其他鸟的食物 这是一套自成一体的生态循环系统 物种间互相依存 生生不息 俄修拉对这一切颇为敏感 但山姆却喋喋不休地讲着自己熟悉的生活 两人正在穿过一片长着参天大树的红色土地 走累了 山姆分发干粮 讲起曾经的一次任务 她和同事在一颗卫星上暂停休整 晚饭后出去散步 回来时地上凭空出现一个野兽头骨盯着他们俩 但这星球上什么生物都没有 山姆的同事觉得那就是一个死亡诅咒 没想到一年以后 她的同事就真的死了 俄修拉一边有据没据地闲搭着 一边观察着一只正在吃剩鱼鸟肉的虫子 虫子打了个阁 发出难闻的臭弯 忽然一只大鸟就冲了过来 山姆戒备地想要拔出匕首 被俄修拉轻身制止 果然那只大鸟循着地上残留的残渣 追着虫子而去 两人继续启程 聊着那个忽然出现的奇怪头骨 身边是各种奇怪的生物 走着走着 她们就被一毒冲天的植物墙给挡住了去路 挡住山姆和俄修拉的这座巨型栅栏密不透风 但那些大鸟却可以来去自由地穿过 山姆和俄修拉跑到大鸟穿过的地方 依然是密闭的栅栏 俄修拉在地上找到了一块发光的叶子 当她拿着叶子靠近栅栏时 组成栅栏的植物活了一般深处一个触角 与树叶互相吸引着 它们轻轻一碰 一条隧道便出现在眼前 两人顺着通道跨越栅栏 但没走几步 隧道就开始消失 两人快速地奔跑着试图穿越出去 但俄修拉忽然发现 一道亮光在栅栏深处闪耀 她忽然停下脚步 走向那个光亮 光来自一个触角的端头 当俄修拉触碰那个端头时 它像花儿一样的绽放开 花蕊处是一堆小球 最后的一个小球 竟然是一个手脚齐全的大眼睛生物 这个小东西似乎在完成某种仪式一般 完成了一系列的操作 最后当那些发光的小球 完成固定的图案后 小生物筋疲力尽地倒下了 蜷缩着慢慢喘着气 整个栅栏的所有枝条 都随着它颤动 直到它死去 被触角埋在花蕊中 接着花瓣合上了 一切恢复了平静 山姆在栅栏外 以为俄修拉出了意外 没想到俄修拉竟毫发无伤地走了出来 她丝毫没有死里逃生的惊喜 而是沉浸在刚才看到的奇异景象中 甚至还想回去研究一下 这让山姆很恼火 山姆背上包 催促着俄修拉赶快离开这里 然后自顾自就大步离去了 俄修拉追上了山姆 她希望解释自己被奇怪的景象吸引 希望山姆不要为此生气 但山姆依然在生气 她告诉俄修拉 现在两人就是一个团队 必须互相照顾才能生存 不能太过于我行我素了 山姆坦言道 如果没有俄修拉 自己可能无法坚持下去 但俄修拉却认为 即便没有山姆 自己也能活下去 这句话让山姆非常生气 她一不留神就踩到了一地的鸟肉 恶臭味瞬间弥漫四周 突然一只大鸟冲了出来 一把抓住山姆就冲向一棵巨树 消失在树洞里 俄修拉惊恐地大声呼喊 却只能听到山姆求救的声音 越行越远 丽瓦常常会看着一些小生物发呆 她能用特别的方式与它们交流 并充满爱心地给予食物 这让阿琪倍感差异 想起在运输机上时 这个丽瓦就因为故障 被送修理过她的芯片 所以也许这个丽瓦 一直就与众不同呢 阿琪没有再多想 起身带上丽瓦上路了 空中一大群飞虫都学会了这种光学语言 它们在空中闪耀着光圈与丽瓦道别 当阿琪停在一个小溪边取水时 一群泡泡牛冲了过来 阿琪只能快速骑上车 与它们保持一个方向前进 才能避免被踩踏 但当泡泡牛背上和胸口的泡泡鼓起来时 发出震耳欲聋的叫声让阿琪慌乱不已 阿琪提醒她 跟着牛群的节奏摇摆 阿琪慢慢放开车吧 发现车子正随着牛群向前的惯性自动闻停了 可好景不长 它们被眼前突然出现的蜂窝山打乱了节奏 当阿琪驾驶的车子 从蜂窝山的另一头冲出来时 泡泡牛群不见了 一片开阔的草原赫然出现在眼前 卡门正是沦为婴儿怪的傀儡 努力地克服恐惧在树上寻找食物 但这并不是人类擅长做的 笨拙的卡门不止没有拿到果实 还被一个大嘴怪抢去了 最终一无所获的它从腹植上摔落下来 索性婴儿怪再次救了它 趴在地上的卡门响起了在飞船上 阿琪来向自己汇报说 采矿机的冷却剂泄漏 虽然修好了故障 但剩下的冷却剂不足以支撑电池直到目的地 卡门没有打算公开事故 也没有打算与各部门商量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 而是狂妄自大地擅自做了决定 这种狂妄自大确实感觉很好 有种英雄救世主的自我陶醉感 这种感觉让趴在地上的卡门忽然触电一般的爬了起来 他捡起一块石头 一扔就砸死了那只大嘴怪 报仇血恨的感觉真爽啊 他狂笑着连着果子和大嘴怪的尸体 扔在了婴儿怪的眼前 一旦发现了自己的强大 卡门便不受控制地大开杀戒 源源不断的尸体被送到婴儿怪的眼前 婴儿怪狼吞虎咽地吞咽着 同时又把黑色的液体喂进卡门的嘴里 他们像一对贪婪的连体鹰 互相利用互相依赖地成长着 卡门沉浸在记忆中 他想起自己努力说服爱人一起到飞船上工作 现实世界里的他却在杀死一只又一只的动物 甚至连其他婴儿怪也被他杀死送了过去 卡门的主人也不挑嘴 同类的尸体他照样大口咽下 好的第三集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本剧的朋友请点赞关注 以免错过观看 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 我们下一集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 明镜与点点栏目